其实最巅峰阶段的詹姆斯 你比如说那个 在热火效力那个阶段 他的突破呀 其实比这个维德呀 更加让对手可怕 维德突破不见得 就是次次东倒 因为维德突破强到什么 强到华丽 强到出手啊 经常能够见风插转 蝴蝶五步嘛 进去的时候不见得 敢打抽了 投这么一下 但是呢 这样一种绝对的统热力 感觉不强 维德 他突破是能出手 随时随地呢 他都能选择一道缝隙 干去之后 你轻易很难防得住 但是呢 能不能防得住 跟你最终的终结效果好不好 是两个不同概念 詹姆斯当年在这个热火时期 尤其是一二年之后啊 他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说我只要持球 这个回合我要打了 各四个站到旁边 就我中路我突破 说拿粉就拿粉 当年在詹姆斯是这个级别 说拿粉当时就拿粉 即便说面对什么 波诺卡尔特人之类的 对方那些还有一个互况高手 詹姆斯在鼎盛时期 也是进去就得粉 而且经常到城上便宜 因此你要说纯土破呀 还是詹姆斯排到地 就这样一种威胁 建立起来的立体框架 你看詹姆斯的立体地位 非常高啊 就这样一种威胁地框架 就这样一种威胁地框架